全国汽车客运站频频关闭究竟是为什么,以后是否会消失? 客运汽车站一根地位不保,在高铁还没有这么普及的时候,汽车站的生意那就一个火爆,每次出行都会存在满员的现象。 随着现在交通工具越来越发达,许多汽车站的生意一天不如一天,有时候甚至是一个人都没有,索性罢工不干了,那么在未来它会不会消失呢? 说到这儿,大家不妨来个一圈三连支持一下。 之前客车是相当受欢迎的,想要乘车都要提前预约,不仅停车方便上下车也不用排队,但是后来随着火车的出现,人们又开始喜喜厌旧了,觉得火车更加的平稳,座位也多了一些。 结果这个时候飞机又出来了,好家伙这么快的速度让众人抛弃了火车选择了飞机。 现在好了,拥有了高铁,它比飞机价格又相对便宜,并且速度也不慢。 人们自然而然就选择了高铁,似乎每一种新的交通工具出现,人们就会抛弃之前的。 交通可谓是一个国家的重要命脉,一个国家富不富裕,就看它的交通到底发不发达。 有了交通才有了今天这么繁华的城市。 在新时代的发展过程中,我国各个方面的事业都在进步,尤其是在交通运输方面。 自从高铁和物流两个产业出现后,我国的速度也被全世界看到,各方面产业也在不断地更新,连汽车都可以无人驾驶。 每一件事情都在不停地更新换代,交通方面同样也是,以前有一辆自行车就觉得很了不起了,可以去自己想去的地方。 但现在谁还会骑自行车呢?家家户户都有小汽车的存在。 当时这些交通工具还未完全普及的时候,客车那真的是交通工具中的一哥,也是居民出行的首选交通工具。 到了过年,这里真的是挤得水泄不通,然而现在却十分了落冷清,哪怕是在节假日高峰期,也再也没有出现过当初一样熙熙攘攘的后舍者了。 再加上疫情的影响,过去两年多的时间里面,也已经有不少的客运站纷纷宣布关门了,就连运营了四十多年的深圳沙井汽车站也宣布不干了。 自从2016年开始,汽车客运站的人流量一天比一天少了,这让这些客运站纷纷面临亏本的现象,这样的发展情况非常的不乐观。 那么在这样的现象之下,不少朋友也感到很好奇,未来的客运站会不会全部消失呢? 毕竟现在道路建设的越来越完善了,而且基本上大多数人家也有了私家车,在出行方式上更多人会选择自己开车。 加上现在疫情的原因,许多人也认为集中在一起不安全,这样也就会导致他们的人流量更加的少。 就目前情况来说,他们还是不会全部关闭的,因为它也并不是一无是处。 如果真的全面过来的话,对于国家的发展来说也是非常不利的,并不是说每个地方的交通都什么发达。 对于一些比较偏僻的农村地区,因为各种各样的因素,他们压根就不会选择去乘坐高铁这样的交通工具。 就算是想要私家车,也没有这个经济能力去购买。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,客车的作用还是非常大的。 他可以通过乘坐它与外界进行联系,毕竟很多时候城市都会有高峰期存在的。 这样的情况下,势必需要分流一部分争客,所以他是不可能会被全面取消掉的。 毕竟每个地方的经济条件都有所差异,这个地方就是特别有钱,但是也有的地方他们非常的凶。 我们不可能用一些最高城市的标准来要求其他的地方,这也是他们做不到的。 所以啊,哪怕未来新型的交通工具越来越多,但是客运这一方面仍然是交通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, 它们还是占据了比较重要的意义和作用。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,交通业肯定也会不断地前行,未来趋势也会变得越来越好。 不管是怎样,但是我们还是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,去选择适合自己的交通方式。 另一种交通方式都是一次变化和更替,客车被抛在了脑后,并不是一个不好的现象,这反而证明了,我国的交通在不断地发展。 就好比一个人化妆和不化妆一点区别都没有,那么化妆的意义在哪里呢? 所以,在社会不断发展的过程中,一些交通方式肯定会被淘汰下去,这个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。 就像现在的一些有钱人,他们甚至会选择私人危机,每一种交通方式在刚刚出来的时候都需要我们去适应它, 而旧的交通方式就在被淘汰的时候也会经历一轮数据洗礼,不知你觉得未来的大量的客运站会不会完全消失呢?